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 当然是这个 凡事兴盛的秘诀二 首先要跟大家说不好意思 我们上次原本打算 一次就把约翰三书讲完 因为他讲说他只有十五节嘛 结果没想到还是没有讲完 所以我们今天是 凡事兴盛的秘诀二 好所以很快 我们来念圣经的经文 约翰三书一章九节 我们请念 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 但那在教会中 浩为首的丢特飞 不接待我们 好所以上次提到 我们上次讲到第十节 我们再往前一点点 就是约翰先生写信 曾经写信给教会 所以之前是有一封信 然后是在讲 但是有一个叫做丢特飞的先生 他不接待 他连使徒约翰 耶稣最亲近三大门徒之一 这个时候唯一活在世上的 一代使徒 他居然敢不接待 好然后一章十节请念 他用恶言妄论我们 还不以此为主 他自己不接待弟兄 有人愿意接待 他也禁止 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 赶出教会 然后这个人很夸张 他好为首 他自己想要当教会领受 可是其实 因为那些长老们 都是使徒去案例的 所以约翰并没有案例丢特飞 不然他就不会说 他是要好为首 可是他自己想要争取这个位置 可是我们上次讨论过 如果约翰不案例他 他又自己想要自己当为首的 当头头 所以他就只好 他一定会去攻击约翰 然后他不接待约翰 这边还说用恶言妄论 讲一些假的话 不好的话 妄论就是乱讲 然后来攻击他 妄自地讲一些奇怪的论点 来攻击他 然后呢 后来他就更夸张的是 他自己就不接待弟兄 因为他不接待约翰 连约翰都不敢不接待 当然其他也不接待 因为那些人都会来指证他的错 所以他就不接待 然后有人愿意接待 有人愿意接待一些宣教士 他还禁止那些人接待 禁止那些人接待之外 他还把接待人赶出教会 所以这个人就很夸张到这个地步 结果你看 一辈子骂名 两千年都被人家骂 丢特匪 你看是不是很丢 特别丢脸的那个阿飞 丢特匪 丢脸特别的那个阿飞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被这样一辈子这样骂 所以何必呢 你看嘛 他想要在教会为首 不过就是希望有好名声 人家觉得他很棒 就被他骂了两千年 连名字都给他翻得那么丑 丢特匪 特别丢脸那个阿飞 好 OK 好 所以呢 一章十一节请念 亲爱的兄弟啊 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 行善的属乎神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你知道如果我们只看一个经文 你就会看到 所以基督徒要行善 如果不行善就不属乎神 行恶就未曾见过神 如果你想要来玩只抓一个经文的游戏 那照这个逻辑 行善就属乎神 行恶就未曾见过神 所以你没信耶稣 行善也属乎神 如果你想要玩只抓一个经文 断章取义的游戏 可是你要去看 他就在讲 丢特匪先生 行恶的这些事情 所以他告诉你 你要效法善的部分 然后呢 行善的属乎神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他是在讲前面这件事 了解 所以他在讲 丢特匪先生是行恶的 了解 而不是告诉你 你一个基督徒 你只要不行 只要行恶 你就是没见过神 我就不 我们说真的 我们去很多地方讲到 问过很多人 私下问 公开问 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 信耶稣之后没有犯过罪 因为你知道罪的原文是什么吗 希腊文或希伯来文 都有这个定义 在希伯来文 有四个定义 但没关系 都有这个定义 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形 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 没射过箭 我跟玉君传道有去射过箭 他都有射过靶形 我射了那么多次 最后我很想去戳那个靶形 结果我又不能走过去 所以我从头到尾 都没射过靶形 所以我完全就在罪 这就是罪 你没有达到神的 百分之百那些标准 就是罪 玉君传道也有罪 他没有完全都射中 我是每一根都是罪 他最少有一根不是罪 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要唱 我无罪我无罪 不是啊 那是不一样 那跟那个不一样 我只是要告诉你 罪就是不可能有人 可以不犯罪 只有耶稣完全无罪 信耶稣之后 使徒们也有犯罪 我们上次讲过 保罗也有犯罪啊 彼得也有犯罪 彼得水火装甲嘛 然后保罗不接待马可 还在众人面前讲彼得等等 OK我们不要去定死夺罪 因为你自己也有罪 OK好 所以信耶稣都还是会犯罪 那意思是什么 所有信耶稣的人 行恶都未曾见过神 所以因为这个错误的认知 就会有人觉得 那我死之前再来受洗 因为他相信耶稣赦免我们 信耶稣之前所有的罪 然后信耶稣之后 就要靠自己好好努力 信耶稣之前所有一切赦免 信耶稣之后要好好努力 如果这个是真的 我也要最后一刻才受洗 你懂我意思吗 先信先衰 那为什么我要先衰咧 对不对 就很像是你尽量花 你在今天几号 4月20 今天4月14 对不对 4月21号以前 所有的钱我都帮你出 那你刚才什么钱 都在4月21号以前花 对不对 你4月22号就不花 你最好把未来20年 30年 50年 所有东西都买齐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如果他跟你说的事情是 你受洗之前受的罪 我帮你处理 后面你自己好好修行 那我当然撑到最后一个来受洗 问题就不是这样 是找受洗 找蒙福 你信主的那一刻起 耶稣赦免你 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一切的罪 但是不要因此就故意去犯罪 你没有一个犯罪的执照 神还是有管教 但是那个管教是有轻重缓急 你是不小心犯的 或是持续在罪中 那是两件事 OK 我们的罪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 在恩典的福音恩典真理里面 罪的标准还是完全一样的 罪就是罪 只是如果你故意持续犯罪 神会管教你 如果你没有改变 就会更痛的管教你 因为为了爱你 可是如果你是不小心犯罪 那个谁不会不小心啊 谁 你吃饭有没有咬过舌头 你跟你舌头相处几十年了吧 你还会咬到他 是吧 还是罪硬才有舌头了 都几十年你还会咬到他 所以人本来就是会犯错 所以神了解 那种不小心犯的错 OK 他了解啊 对不对 所以 可是如果你持续在一个罪里面 上帝要告诉你 真的不要一直在那个罪里面 对你不好 为你 他不用管教你 那个罪本身就会有破坏性 好不好 OK好 所以呢 不叫效法善 行善的属乎成是在讲 你一个基督徒 你行善的 你真的是 简单说就是你要去效法善 不要学这个丢特匪 丢脸特别 特别丢脸的那个阿飞 好不好 OK好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人呢 就比较好 你看他丢的比 他丢脸丢的比较少 叫低米丢 对不对 他只是丢米啊 然后而且丢的很低 所以没有伤害人 低米丢 好了 反正就是他 虽然有丢 但是有丢脸 但是丢的比较低 所以他叫低米丢 有点扯 好啦 总而言之就是 另外叫低米丢的人 他是一个按照真理而行的人 可是他还是会犯罪啊 对不对 但是神却说他是行善的啊 因为他有去往 应该说有 其实你知道神知道你的心 你是做不到 还是故意假装做不到 或者是 就算故意假装做不到 可是跟神说 主啊 其实我真的不想 但是你帮助我 还是不一样你知道吗 还有另外 你知道那个层次差别是 有一种叫做 我真的做不到 另外一种是 其实我做得到 可是我没努力 另外一种是 其实我努力也做不到 另外一种是 我已经连努力都没有办法想 我就是贪在那里 还有那种就是 我故意要犯罪 其实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来讲 有些时候是 你真的没有办法 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好吸毒的人 他真的很想吸毒吗 他唯一 吸毒的人的痛苦是 他在 有毒瘾的时候很痛苦 他拿毒来打的时候也很痛苦 他只有打下去那一瞬间 让这个痛苦消失 然后那个药效的时间 之后就一直痛苦到 下一次的那瞬间 所以他们的痛苦就是 我没有吸过毒 我只是去研究这个东西 就是说 只有打的那个药效 短短可能15分钟半个小时 那他一天也不能打太多 这部分会死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一天 24小时里面 只有半个小时没有罪疚感 然后你23小时30分钟 连做梦都在定自己的罪 这是他们的痛苦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戒掉啊 这个就是 他一直犯罪 可是他没有办法的朋友 了解吗 那 吸毒是一个比较强烈 可是事实上 你生命中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好 有人有购物狂 对不对 你不用举手 好 你要做的事情是 把信用卡剪掉 而不是举手 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把你的转账功能 跟信用卡通 东风处理掉 对 然后得释放 好 像这样的朋友 其实你自己也很痛苦 那你要转向神 神也知道 你被任何东西挟制 那就是罪 所以呢 你就是不要被任何东西挟制 可是如果你被一个东西挟制 神还是爱你 祂还是要祝福你 你还是可以经历 超自然的医治各样的事情 但是你要继续的 不断的转向神 让神来帮助你 为了见证 OK好 所以迪米丘先生呢 他是按照真理而行 所以呢 他就被称为行善的 所以有三个人名 前面有一个叫该有 好 没关系 OK 一章十二节请念 迪米丘行善 有众人给他做见证 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 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 你也知道 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当你看到所谓行恶行善 是心 我们一直不断强调是心 没错 先用心 才能做出最好的看 他有一个正确的心 往那个方向去做 OK 你不一定做得到 神不是看你的行为 我们常常讲 假设你是一个 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 然后你父母 又是在恩典里面 你从小就过得非常幸福 所以假设满分是100分 你父母已经帮你营造 你已经有80分的实力了 你懂吗 你生出来 你正常长大 你就80分了 然后你就继续在主体面成长了 变85分 大家就觉得 这弟兄姊太棒了 我们全教会最属灵就他 另外一个人 从小跟爸爸 爸爸可能犯毒被关 妈妈吸毒被关 然后呢 然后阿公阿嬷养他 然后阿嬷又找死 然后阿公又给他毒打 然后他又没饭吃 然后说说刚刚小小 然后这是真实故事 我有看过的故事 然后他妈妈还卖淫 然后他是妓女儿子 然后他却 然后以人生来看 他应该是负200分 然后他倚靠神的恩典 然后呢 他最后一点一点长大 他现在看起来是正30分 那你觉得他的行为是30分 然后另外一个行为是85分 你的分数你会看起来这个人 差好多 你不是基督徒吗 你怎么还在抽烟啊 你不是基督徒吗 你还在骂脏话 你是基督徒 还动不动就做那些 非基督徒才做的事 那些不对的事 可是你要去看 人家是从负200分到30分 他进步了230分 前面那个80分 他80分到85分 是进步5分 230分跟5分 到时候看奖赏的时候 是230分的奖赏 跟5分的奖赏 我们人会看后来的结果 上帝看来是他进步的过程 你知道吗 所以上帝的公平 不是齐头式的平等 你想要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 都长完全一样啊 每一个人都美女 就没有一个人是美女 懂吗 每一个人都长一样 你现在也常常看到 那个整形整索的 那个拿出来 你到底每一个都把一样 你是不是同一个人 换发型在拍的啊 你懂我意思吗 每一个人都整一样是怎样 每一个人都要整成Angela Baby 每一个人都要整成范冰冰 到底为什么啊 然后就每一个人都长一样 那有什么 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长一样 什么都一样 起来叫齐头式的平等 那这个世界就很无趣 每一个人会长得不一样 那既然会有不一样 就会有优胜 劣败 美丑 高低 对不对 可是神的公平 不是开头的齐头式的平等 而是最后审判 是用公平来审判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家很穷 然后你觉得 你从小教育比较低 或者是你怎么那么晚 信耶稣或什么 没关系 神看的是你慢慢慢慢 越来越像他的那个过程 所以那个人 他可能只有30分 他进步了230分 另外一个人进步了5分 那到时候5分就是 天国的驱宫所的航员 这样子的驱宫所的科员 然后天国你们不要看 首先你要在地上坐网1000年 就在这个地球 那个进步230分 可能是 北印度之王 北印度之王 然后那个人是 北印度的某城市的 驱宫所的航员 的科员 可是你还是在荣耀里 对不对 你要管这个地球 大家一起管这个地球 好不好 了解吗 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心 去论断人 去定人家罪 但是你不要觉得 所以我可以摆烂了 如果你有这个心 你的230分就开始扣分 我只是举例而已 当然上帝不是这样算了 了解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不是真的有一个评分表 上帝是看综合评分 又在评分 好了 总而言之就是 上帝看所有的一切 所以一章13 14节请念 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 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 但盼望快快地见你 我们就当面谈论 这边有一个很可爱的事 所以最后约翰 就跟他们当面谈论 所以就没有写出来 所以好消息就是 我们今天可以赶快念完 不过后面还会有八章 但是坏消息就是 所以我们完全被他们当面谈论了什么 所以我们没有学到 所以从某些角度 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 写了那么多书出来 让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跟你讲 你真的不晓得 你现在的人生 遇到这些事 最后可以成为什么祝福 保罗也被关了 他被关之后 成为造就教会两件 如果保罗知道 他写的这些书信 会给后面的教会 有这么多的帮助 他会很开心 更开心的被关 他根本被还在写圣经 你知道吗 可是最后就有 给我们这么多帮助 然后我们的约翰就是我们当面谈论 感谢利 我就赶快看下一节 好 一章十五节请念 愿你平安 众位朋友都问你安 请你替我按着姓名 问众位朋友安 我们约翰超帅的 帮我问大家安 结束 就最后一节 保罗是怎样 问你那个什么安 问你哥哥什么安 愿你全家都平安 愿你家的牛也很平安 没有啦 没有这样 就是你去看保罗书信 保罗信后面是一个一个人名 那个谁怎样 我谢谢他 然后突然想 想当年他跟我怎样怎样 然后又是问我安 然后后面两章都在问安 有没有 他就一节 结束 十三十四节告诉你说 我不写了啦 我们当面讲 所以我们今天再讲得完 对不对 然后十五节告诉你 帮我问他安 结束 所以你就看到写作风格的不同 对不对 我们约翰真的是 如果你是被罚超 你要超约翰二书跟三书 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要 可是反过来说 我们很多教导都没得到 你看哥林多教会 他们就是一个圣灵 圣灵充满很有恩赐 可是道德很不好 生命很不好的教会 所以有很多纠正的文章 很多修正在哥林多前后书 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学会很多 所以啊 可是你如果那个时候去 你们教会怎么不属灵 不行 我要去菲利比教会聚会 那你就去啊 问题是 哥林多教会现在帮助我们 所以简单说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最后就是 万事双效力使爱神人得到一处 我们就是那个爱神的人 连这句话你去查清都会发现 不是你要爱神才会得一处 是那个神所爱的人 你就会得一处 懂了吗 所以你就会得一处 好 所以我们把约翰福音三 约翰三书的一章 一到十五节 终于讲完了 好 约翰三书一章二节请念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的灵魂兴盛一样 所以其实这里在说什么 如果你叫做正如的话 你的灵魂会很兴盛 好 不好意思 不好笑 好 OK 你的灵魂如果很兴盛 你的身体就会很像你灵魂兴盛一样兴盛 你的凡事就会像你的灵魂 一样兴盛一样兴盛 有没有问题 正如不是人明 对啊 好OK 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 所以你的灵魂要兴盛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合合本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这合合本到底是启示还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这个字 在原文里面灵有一个字 魂也一个字 可是我们中文就会翻灵魂 那到底是灵还是魂 还好我们有原文 所以这个字是魂 先告诉你 好我们先往下看 我们先来查经 而且查经是要按照 圣经是要按照平行经文来查 不是我说的算 我说这个魂就魂 我怎么可以随便定义圣经 要圣经自己定义自己 所以我们来念 铁山荣音家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请念 所以呢圣经里面有清楚的 在新约里面有清楚的把灵魂体三个部分分开 就这个经文 灵魂体三个分开来 所以真的你的身体是有灵魂有体这三个东西的 OK 这个三个部分都要顾到 你不能够只顾身体 那你就会变成一个只顾身体 却不管灵跟魂的人 你就会很危险 很多人 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就是只顾身体的需要 所谓用下半身思考 会发生什么事 你就不会思考 因为下半身不会思考 懂意思吗 没错啊 你的脑在下半身嘛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呢 但是呢 如果你只顾灵 或你只顾恒会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一起讲 好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请念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 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 都能变明 而希伯来书呢 也很明显地 把魂跟灵分开 那个时候 神的话是活泼 有功效 中间是什么 比两人的剑更快 是因为那个年代 那不是快 是锋利的意思 合合本 意思就是说 神的话 是非常有能力的 可以帮助你 辨明你的灵跟魂的需要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把骨节跟骨髓分开 是很难分开的 现在应该也很难分开 对不对 所以你 其实这边这些告诉你 你心中的思念跟主义 都能够辨明 是你如果去辨别 上帝的想法 跟你的想法 你心里面的主义 跟上帝的主义的差别 你的魂跟神的灵 好 所以呢 简单这样说 我们来说明几个东西 灵魂体到底是什么 体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啊 这就是你的身体嘛 对 有谁不知道体吗 你打旁边一个八掌 知道什么是 不是啊 你不要打 等一下一个八掌 不然你就会知道 你身体痛的感觉 你会被他打回来 好 你自己捏一下 这就是体 好 OK 好 没有问题吗 你可以不用捏也可以 好 然后呢 灵是什么 你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 你的灵就活过来了 你就是有灵的活人 我们没有信耶稣的人 你的灵是死的 真正的你 不是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只是暂时的 就很像是 有些人觉得 这个女的好漂亮 或这个男生好帅 所以你就决定 跟他交往 所以那叫做什么 就是同样一件事嘛 假设一个男生 对你做了什么 亲密的动作 人丑你就说他性骚扰啊 然后人帅 你就说什么 人帅没烦恼嘛 随便啦 OK 从而言之就是这样 就是人是很会看外表 可是我问你一件事 今天有一个品性非常差 长得很丑 然后又穿吊杆 然后很夸杆 吊杆没有问题 我的意思只是 你咬着槟榔 然后抽烟 然后满脸很肉 然后穿那个短裤吊杆 蓝白拖 然后开一台非常帅的跑车 然后开 然后每次在路上 然后超过人家车 开窗户 骂人家脏话 然后那种人 然后开很帅的车 跟另外一个 开很普通 很普通的车子 然后一个非常好的 文字彬彬 然后一个很舒服的男生 哪个比较好 你想要跟哪个交往 女生 你想要跟开跑车那个 也可以 你的人生自己决定 神还是爱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 为什么用跑车这个历史呢 你这个身体不是真正的你 你里面的灵魂才是真正的你 所以你选择跟一个很帅的 但是里面很糟的人交往 就很像是你选择跟开一个跑车 可是是跟那么糟的 那个男的那样交往一样 你懂我意思吗 你要因为 这是会变的好不好 牧师20年前有看过那张照片 好了 我还是会收回来的 好 你懂吗 这是会变的 你要跟一个那样子的男生 开很帅的车交往 但是他却是一个秉性很糟 然后也很丑陋的人 那就很像是你跟一个外表很帅 可是灵魂很丑陋的人交往 你还不如跟一个里面 非常的好的人 然后外面没那么帅 但也不要让你 就是看到会想吐这样 不过这样会减肥成功啦 每次都没有食欲 没有啦开玩笑好 对啦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哇你吃饭都吃那么少 我吐都吐不够 好啦 对不起这是开玩笑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要知道人核心是 有一天你的灵魂会离开这个身子 进到下一个身体 那个身子才是真正永恒的荣耀 不会老不会死不会胖 可吃可不吃 可吃可不吃 吃也不会胖 真的耶稣有帮我们做过 他有吃鱼嘛对不对 饼嘛对不对 但所以 你如果现在觉得我怎么减肥 怎样都回不来 我跟你讲你不要定精这个身体 你要让他健康 可是你把他雕塑的非常好 也蛮好的 可是你如果你全心就在弄这个东西的话 我宁可你把时间雕塑你未来的那个身体 你的荣耀 你知道在天国是有阶级的吗 得胜与玉童做王 与耶稣做得很近 然后得救就是天国的国民 然后你就想象一下 你现在很努力 你想要女生想要练出马甲线 然后练八块六块 八块有点恶心 好OK 反正就是很漂亮的 你花那么多精神 你还是可以做 但是我希望你把这个精神拿来 你有灵有魂的 加强内快 因为你为了未来的马甲线跟六块鸡而努力 不是现在这个 不是说不可以 懂我意思吗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弟兄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也是有腹肌的 不要这样好不好 如果我这里能动代表我有腹肌 只是我很珍惜我的腹肌 我用脂肪把它保护起来 没有腹肌的人是不会这样动的 好不好 我也有八块 即使是你们看不到 因为我很内恋 我不想给你们看到 好不好 你懂意思吗 真的啊 真的啊 你没有腹肌 你怎么做这个动作 好了我们回来 你的身子很重要 但是操练身体 艺术还少 唯独近前 精神还是都有溢出 所以请你 你可以好好练好你的身体健康 但是更核心的是你的灵跟魂 OK好 灵魂哦 好那这边知道 可是你的灵跟魂要分开 因为你的灵魂是 是尬在一起的 很像的 所以我们来看几个东西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 与生死德蒙保守 灵是4151这个字 魂是5590这个字 生死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 好 这个数字是什么 叫做斯特朗圣经编码 strong number 好OK 然后这边理到神的 盖的魂与灵 你看 魂还是用5590 你看魂都是5590 那魂是4151 4151 OK好 那我们那个 那个凡事兴盛在哪里呢 灵魂兴盛5590 所以真的是魂 所以这个地方 你的凡事兴盛 你的身体健康 跟你的灵魂 跟你的魂兴盛非常有关 听得懂吗 这是按照圣经解经 这是神学家做的 不是我做的 好那我们来看5590是什么 5590这个字 就是这个希腊文 来谁会念 没有人会念没关系 电脑会念 来请 许黑 许黑 好 这就是为什么牧师不自己念了 因为我念的也可能会有 我错一点 假设我只念到90% 你在90% 就算81% 对不对 所以干脆他念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字怎么念 不是重点 我也觉得 为什么这个东西 可以念那个音 我也觉得很奇怪 可是它真的是这样 我们正在去找 真的是希腊 圣经原文 真的这样念 简单说这个字就是魂 灵魂的那个魂 很多时候 我们和本都翻灵魂 可是我真的必须说 和本到底是翻不好 还是翻得好 因为 这个字 我们当讲魂这个字的时候 真的又有灵嘎在里头 所以我们中文翻得很好 是灵魂 但是也不能翻 也没有翻得很好 是灵跟魂 因为你没有办法翻出来 因为这东西本来 就是尬在一起 对不对 木瓜牛奶 一杯你喝一口 永远有木瓜有牛奶 对不对 除了那种放太久 上下分离之外 那有点恶心 那不是重点 懂我意思吗 这个字就是 5590这个字 我不要念 灵魂 生命气息 丰厚生命的渴望 也是邪恶的渴望 感受与情感 超越城市的生命 是灵魂这个字 所以它又有灵魂的意思 又有魂的意思 可是里面 很重要的部分是 其实它跟你生命的 渴望什么 是很有关的 意思是什么 来我们先来看 那整句 我们这整句话 凡事兴盛生 你重要如同灵魂兴盛的原文 看右边 亲爱的 盼望你所有的一切 所有关于你的 都顺利进展成功 就是兴盛 所以亲爱的愿你凡事兴盛 然后 然后还有健康 正如你的灵魂 就是灵魂 绝会那个字 凡事兴盛 顺利成功 这就是那句话的原文 为什么要给你看原文 是这样子的 顺利进展成功 这个是愿你凡事兴盛 那个兴盛 兴盛是现在被动不动词 你看数字是2137 好 然后呢 愿你凡事兴盛 你先用如何 灵魂兴盛 灵魂兴盛的话 也是2137 好 这个是2137 可是2137的重点是 2137是 现在被动 直说与去第三人称 单数重点是被动这两个字 被动 被动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老公的状况叫被动 没有啦 有些人觉得你老公很被动 好 OK 我是开玩笑 你老公很棒 好 然后再来呢 可是你看哦 愿你健康有根基 这个是现代主动不定词 5198 你看5198是主动哦 所以意思是什么 简单这样说 凡事兴盛是被动的 灵魂兴盛是被动的 身体健壮是主动的 什么意思 好 我们调味看它的上下文 首先先讨论几个东西 灵魂 灵魂是你的思想 意念情感 意志情绪 感觉记忆 这群东西加起来 再加上你的灵的混在一起 所以你的灵魂兴盛 会带来凡事兴盛的身体健壮 所以你必须 你要有强壮的身体 你还是要有合适的运动 这是最近神跟我说的 好 我知道 好 然后呢 再来 魂 你的魂的需要是 有人问我们说 牧师我们可以看韩剧 你当然可以看韩剧 问题是你不能够被韩剧捆绑啊 那日剧可以捆绑吗 不是 就是你不要被任何的东西捆绑 可是你可以被那个东西 让你的魂的部分满足 你还是有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一直期待着 下礼拜的副手给人 你是不是赶快上映啊 我已经等好久了 好 OK 那是我魂的需要 我需要一个娱乐嘛 对不对 好 OK 然后呢 所以你的灵魂 你的灵魂兴盛很重要 因为这样会带来凡事兴盛 跟身体健康 想象一下 你有沒有看过有一种朋友 就是他只注重灵的部分 没有注重魂的部分 但我们讲灵魂的时候 你主要80%在讲魂的部分 OK 好 有一些人只注重灵这块 他每天只做一件事 就是读经祷告 祷告读经 读经祷告 祷告读经 读经再祷告 祷告完再读经 很多修道院都这样哦 可是也不完全是这样 你想要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最好的红酒 都在修道院 所以他们还是有魂的那块 只是他偷偷喝而已啊 感谢主我们今天要领圣餐 所以神还留下圣餐这块给他 你知道全世界最红酒 都在修道院吗 以前打仗的时候 都是修道院留下来 所以他们还是有魂的那块 只是他们非常属灵 在领圣餐的时候处理而已啊 懂了吗 对不对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的魂的需要 你这个人的 你的情感 你的这个构造 那个需要是需要被满足的 你可以看电影 你可以享受你快乐的那件事 但是你不能够只做那件事 你也要有身体的建筑 还有你灵的需要 所以你还是要读经祷告 听正确讲道敬拜 但是你也有魂的那块 你需要被满足 你喜欢做的事要去做 你要排出来 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说什么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有三个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要睡眠 八个小时要工作 现在八个小时要休息 娱乐对不对 现在谁那有八个小时可以娱乐 每天哦 你连放假都没有八个小时 可以娱乐好不好 因为现在一直被压缩 抽屉就是想要让你没有那块 所以你就不会凡事兴盛 所以你要懂得该休息要休息 凡事兴盛 你重要如何灵魂兴盛 可是我们这边在讲 被动主动是在讲什么呢 你的身体 当你的练习让你的灵兴盛 你还是 我跟你讲 我们家 昨天又买一靠圣经灵灵软体 然后我就放在那边 一直播一直播 你想要为什么吗 因为这是最有效率的 同时 我边整理我家 边听圣经 然后突然那两三句话 就会刺到我的里头 我就得到 我的灵就被喂养了 然后我同时我家也干净了 然后我开始做一些 我喜欢做的事的时候 我其实昨天晚上有看一下漫画 边看漫画 然后边听 然后我就好吵 可是我还是边听 我的灵在听 然后我的魂在享受 那个漫画的部分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我不行 那你就觉得有被干扰 可是 可是关掉的话 我老婆会不爽 所以我还是没关 好啦 我承认 OK好 所以我的灵在听圣经 我的魂在看漫画 现在就只差了 我很少在我家里 做的身体应该有 我的哑铃放在那里 很久都没举起来 OK好 所以你知道吗 你的灵需要 你的魂也需要 你的体也需要 但是你的魂的需要 会影响你的凡事兴盛 跟身体健壮 那再来一块 凡事兴盛 当你让你的灵魂 去兴盛的时候 你凡事会兴盛 可是你的身体健壮 要主动去做 就是这个主动的意义 这个主动是什么 我一辈子宣告 我的肌肉还是 就是不会变大块 正常状况 除了神机介入 懂吗 所以你的身体 你要去宣告 你要主动的去做 让身体健壮的事情 不是靠运动才会好 但是你要有 合适的顾到自己身体 你要早睡早起 你每天都 都抽烟喝酒 到清晨才睡 睡两个小时 就去上班 你身体会好 上帝就算依你三次 五次 他不会每次都这样 问你 五饼二鱼有几次 好 然后七饼几条鱼又一次 然后酒让你喝到饱又一次 耶稣活在地上 33点半 一天算三餐 请问他一天吃过几餐 一天吃三餐 那废话 这辈子吃过几餐 就里面就只有 三次食物的成绩 还有几次 他们没有鱼 他就弄早餐出来 也有 好 加起来各位数好不好 这十只都一定数得完 对不对 除此之外 请问一下门徒 有没有去弄食物给耶稣吃 在哪里 井边的妇人的故事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晚餐 是不是人家预备整齐 让耶稣去吃 耶稣有没有 就出来了 这样是宇宙一半人会死掉 好不好 没有 这是萨诺斯 对不起 好 不要再讲什么 好啦 没关系 这是我个人的兴趣 OK 好 复仇这点梦 下礼拜上 好啦 OK OK 好 耶稣没有这样 然后就 最后晚餐就变出来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有人预备 那所以相同的 神机会介入你的生命 但是你还是有你自己 与神同行的那一块 你有你的责任啊 你想教一下你的孩子 因为你每一餐都给他吃饭 所以他从此不上班 每天胎在家里 就是一个啃老族 你愿意吗 你要当属灵的啃老族吗 不要 但是相同 可是另外一个角度 你这样又会到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你又不敢去求神 所以我们要你大大的 就是尽管你跟上帝 要每一个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他会教你 你这件事要怎样 上帝就说好 那你想要有什么 他就跟我说 那我要去运动 所以我之前就有固定 开始去健身房 那那就是神要有做的事就去做 然后呢 我也开始去经历那个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懂啊 就是你要去与神同行的那个过程 可是你还是继续求神机 可是我不限定神 要用神机来医治我 神就是可以医治我 神就是要医治我 而且不要我够好 他就是愿意医治我 懂意思吗 了解 就是但是身体健壮 有一个强调是 你要不断的 你要注意你的嘴巴不断的宣告正确的 然后来宣告他是强壮的 然后宣告十字架上面已经成就的工作 说出来 然后去做 了解 知道意思吗 OK好 所以呢我们继续 这是一章二节 对不对 我们继续把它读下去 其实他前后文还是继续告诉你另外一个真理 所以我再强调一件事 我们的灵魂兴盛 你的灵魂 你的魂需要那块 你要注意 但是你的灵魂那块被注意到之后 会带来你的凡事兴盛跟身体健壤 可是你身体健壮还是主动 你要与神同行 再来你的灵也要被喂养 因为你的灵那块 当你信耶稣那刻 你的灵已经复活了 你的灵会被圣灵所引导 你的灵 你已经洗尽称义完全 你已经成圣了 OK 但是你还是有身体 然后呢 这个身体也称为老我 你里面还是有罪性 这个身体有罪性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身体会死 你的也是 不是只有这个 好 只有我的会 太不公平了 每一个人 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死 没错吧 不会死 来 会不会死 我们试试看 懂吗 你这个身体会死 是因为里面有罪性 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最后会带出死 可是你的灵已经复活 所以你最后你的灵魂 还有你的魂里面那个 属于神的那块 不是罪恶的那块 会跟你的灵魂一起 一起回到天上 或者是在地上做亡 然后永远一个全新的身体 所以到时候你会认得 你到时候你会认得 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会彼此认得 可是又不长这个样子 懂意思吗 那有点像是 你会认得你20年前的同学 可是他已经长得跟以前不一样 这个感觉 可是现在是 你现在同学会都觉得 大家变老 对不对 可是你未来的同学会是 大家都变得年轻健康 强壮 然后非常而荣耀 可是你还认得他 这就是你的魂的那块 你的思想记忆什么 被带上去 那是圣洁的那块 可是魂的里面不好的那块 会留下来 所以当他翻灵魂 也不能够说完全翻错 你的灵跟魂都夹在一起 那你要用神的话来分开 懂我意思吗 OK 不懂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五分钟 有在讨论这个题目 好 那再来上下完一章二节 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就要正如你的灵魂兴盛 一样 之后下面讲到什么 一章三节请念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盛喜乐 所以呢 有一个东西就是 当你 当他的上下完讲 你要凡事兴盛 你正如你的灵魂兴盛 这边提到凡事兴盛 跟灵魂兴盛是被动的 是因为当你的心里 存的真理 你又按真理而行 自然你就会灵魂兴盛 跟凡事兴盛 但是身体正如还是要主动 你要继续宣告 而且与他配合 身体正如有一个比较特别 因为身体就是 一个尘土造的东西 还会归于尘土 了解 所以他要主动的去配合 可是你这边又提到的真理 那到底什么是真理而行呢 所以我就不可这个这个这个 叫做真理吗 不是啊 真理是什么 约翰三书一章四节行念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 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 按着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知道约翰不是因为 我跟他们讲什么 他们听我的话我很开心 而是他知道他的儿女 他的属灵的儿女们 他们将要凡事兴盛 身体正常灵魂新生而开心 这就是一个为父的心 约翰是这样 OK那我们来看 到底真理是什么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行念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道是什么 就是耶稣 这个字是Logos 就是自由拥有那位神 Logos 耶稣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所以耶稣里面是满满的 有恩典跟真理的 这里面有律法吗 有恩典有真理 而且还有律法 没有吗 这个点点点后面没有律法 我确定 OK好 再来一章十六节请念 从祂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从主耶稣丰满的恩典里 耶稣是很丰满的 为什么讲丰满呢 你就要想到那个丰满 耶稣是很丰满的 有恩典的 对不对 耶稣丰满的恩典里面 都领受 而且恩上加恩 这个恩上加恩的原文 是恩典代替恩典 那个恩典是可以代替恩典 你现在住公寓 之后住华夏 华夏之后住豪宅 豪宅之后再给你升级 所以这叫做恩上加恩 要不要 主啊 他们要声音好小声 不要我要啊 豪宅不要 你不要就住豪宅啊 要我就住豪宅啊 要豪宅还是豪宅 对不对 听得懂吗 好啦OK 从你上帝是丰满的恩典 像主耶稣基督充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 而且恩上加恩的神 所以呢 这是前后的印章十六节 所以十七节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请念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你们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真的是 清标点和和本太棒 分号代表什么 前面是一句 后面是一句 分号 分得好 原来是没有的 OK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律法很像 摩西很像是一个快递员 很像一个送便当的人 钱给人家 他可以走 刚好来 好 便当 他把便当送来 快递员寄了一本律法书给你 他把书给你 给你签收 他就走了 你自己好好遵守 不遵守就被处罚 这叫做摩西传了律法来 分号 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主耶稣基督满满的 他不是带着恩典跟真理来 他就是恩典跟真理 住在你的里头 知道差别吗 我们常常提到耶稣拉法 耶稣是我的医治者 其实翻错 是耶稣就是我的医治 你知道什么差别吗 耶稣以乐是 不是耶稣是我的供应者 是耶稣就是我的供应 你知道差别是什么吗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给你一千块 让你去吃饭 你就只能吃一千块了 对不对 然后我说我请你吃 随便你带我去 随便你吃 这差别是什么 你爱吃多少钱 就吃多少钱 对不对 如果耶稣是你的供应者 他给你一千块 你就只能花一千块 耶稣就是你的供应 就是你带着他去 你怎么花都可以 知道差别 你要哪一个 你要一千块也可以 你去找他要 对问题是 他就是你的供应 他就是你医治 不是他想不想医治我 是你有耶稣 你就有医治了 你有耶稣就有供应了 我用钱比较好举例 我们这会常常讲到钱 因为钱这个东西 是可以量化 所以你就会有感觉 OK好 所以呢 耶稣不仅仅是你的供应者 他就是你的供应 所以呢 我给你一千块 你就只能去吃一千块了 这叫做我是你的供应者 我说你带我去 你爱吃什么 吃什么 随便你买 随便你花 这叫做我是你的供应 反正结账找我 你要哪一个吗 神是后面这个 OK所以呢 恩典和真理 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耶稣基督本身 就是恩典和真理 因为耶稣说什么 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 所以耶稣就是真理 对不对 没有错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 再来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来 来的这个来是希腊文的 原文是单数动词 所以代表什么 恩典和真理 投耶稣基督来 这个来是单数动词 代表什么 代表耶稣只有一个吗 不是 恩典和真理来 因为由耶稣基督 是从哪里来 对比如说 小明和小华 从台南来 那是说台南来了吗 不是 是小明和小华来 对不对 今天讲比较多查经 但是呢 如果这个来 这个来是单数动词 我们用英文讲 比如说 papaya and milk are coming 听得懂吗 就是木瓜和牛奶 正在路上 正在来 对不对 这个are 就是复数动词 就是papaya是木瓜 muk是牛奶 对不对 所以木瓜跟牛奶 它们正在来 对不对 可是如果讲 papaya milk is coming 代表什么 is是单数动词 对不对 所以代表papaya milk 是同一个 同一个东西 那什么状况 就是有一杯 木瓜牛奶正在来 怎么不行 木瓜牛奶正在来 我有点外送 它正在来 对不对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来 是单数动词 代表恩典跟真理 是在一起的 所以当我们提到 按真理而行的时候 传讲真理的时候 就带着恩典 你传神的恩典 就是真理 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就是 当我们看到 你要按真理而行的时候 有定义来证明 你的心理全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你就觉得 所以我就 不可这个 不可那个 不可这个 我才会有 前面的凡事心的生理 就是要灵魂心事 那是错的 这个真理的重点 就是恩典的真理 就是随时定经 这一切是神为我做成的 所以绕这一圈 就要告诉你 主耶稣已经为你 完成了这一切美好 你要定经的是 耶稣基督为你做成的 这就是真理的核心 耶稣基督 而我们定经耶稣 是定经耶稣 怎么爱我 耶稣为我在实际上 成就了什么 耶稣怎么已经成就了 那美好的救恩 好 所以呢 耶稣在实际上 他过来实际上 他说什么 哦 好痛 哦耶 好舒服 没有啊 他最后 实际上基言 他说成了 不是传成了的成了 是成功的成了 是旧约在这里 已经完成了 所有人类 每一个罪 都归在我的身上 你可能会说 啊 你一个人 怎么可以归所有人的罪 像我 我这种罪比较小的 三个五个 你可能可以处理 啊 那个什么 陈静心杀人 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屠杀 那些罪 怎么可以归在你身上 可是你从数学 就可以解决 你知道吗 上帝是无限大的 耶稣是无限大的 对不对 无限 然后你的罪有 你欠上 用数字 你看用钱比较好 你欠上帝一百万 那个人有杀人 欠上帝一千亿 然后另外一个人 种族屠杀 欠上帝一千亿万 无限大减一百万减一千万减 一千亿减一千亿万 还是等于无限大 所以神可以背负你 所有一切罪 从古至今所有人的罪 所以耶稣在实际上 为你背负了 什么东西 我们去看罗马书 特别是 如果是新普及一本 罗马书的八章 很清楚地说 主耶稣在实际上 为你成就了 那一切律法的要求 所以律法不好的 错的部分 他定在实际上 为你死了 然后他说成了 就是律法成就了 再来他三天之后复活 新约开始 所以新约是什么 旧约是做得好 就得蒙福 做不好就被处罚 新约就是 做得好你蒙福 做不好他被处罚 经文是什么 他为我们成为罪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神的义 所以你现在是神的义 所以在这一切才有所 在这一切的前提 才会有我们今天的 核心的经文 我们要讲的是 你能够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如同灵魂新盛 懂意思吗 所以绕我这一大圈 今天比较多查经的主题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觉得 牧师你讲什么就相信 谢谢你 但是牧师自己都不大相信 因为我不是说我不相信 而是我不要人家 跟我讲什么就相信 我要去看神说什么 我才要相信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 我看有很多朋友的眼皮 比较下来这样 没办法啦 我们今天比较查经 但我要告诉你 这就是 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灵魂兴盛的秘诀 在哪里 在你灵魂要兴盛 你的灵魂 首先是我们来定义灵魂 是什么 灵魂就是魂 可是这个魂 就是你的情感的需要 所以你需要被爱 爱很大一块 是魂的这一块 你知道吗 我们之前 我们去宋泉上课 他们教我们要抱 拥抱20秒钟 身体就会开始改变 化学就会朝正向改变 所以呢 我跟香君牧师 每天都在家里 抱20秒钟 真的 而且他还说 一天要抱八次 我们是还做不到啦 对不对 可是我们每次都抱着 真的 感谢主 真的蛮棒的 对不对 然后他说 你可以先刷牙嘛 好 是我的错 为了爱的缘故 还先刷牙 OK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看 所以我还没刷牙 我就抱他 是不是很温馨 好啦 很饿 好啦 OK 干嘛 真是的 我只是告诉你 你的魂的需要 除了你可以 你可以享受 你喜欢 你喜欢吃东西去吃 但不要被瑕疵 你喜欢看 去看 可是不要被瑕疵 然后呢 你喜欢逛街 你如果经济许可 然后不要被瑕疵 可以 那是你魂的需要 但是你魂的需要 有一块 就是很大一块 是你需要被爱 所以呢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那感谢主 尽量用力抱你的 不是真的很用力 就是好好地抱你的配偶 不给他用力 好 然后呢 真的有差啦 我们发现抱了20秒 真的 通体舒畅畅 OK 好 所以你魂的需要被爱 然后呢 你的灵的需要 读经祷告 听正确的讲道 敬拜读经祷告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的灵魂被喂养之后 然后呢 你会开始经历 凡事兴盛 而你的身体健壮 是你要与神同行的 是有些时候 神不要你去吃捏的东西 扎心吗 好 还是只有我 好OK 有些时候 神要你去做一些事 有些时候 祂要你正确宣告 有些时候 你不要再去说捏错的 哦 小明又说 今天热死了 今天冷死了 今天 今天 热死了 为什么要说热死了 对不对 因为发现我们的语言 其实很多语言都这样 都是 都为什么热 动不动就死 为什么小明要说 今天热死 为什么不能说 今天热活了 对不对 为什么 热活是个好词啊 对不对 快乐的热活 但是呢 你很热 为什么要说自己死呢 真的是今天热到 他隔壁都要死 也不要这样好不好 当你邻居好衰哦 你通过意思吗 祝你的嘴巴 生死在舌头的拳下 身体健壮这块是主动的 你要去听正确的讲道 虽然是魂的层次 可是你魂要影响你的灵 然后呢 按真理而行 而那个真理的核心 是上帝的恩典 你就去抓住 知道神的恩典 然后恩典与真理继续 神要你干嘛就干嘛 神要你不干嘛 你就不要干嘛 神要你安息 就不要做什么事 就安息 然后你就会看到 凡事新生的生意 就要灵魂新生发生 在我们当中 真的我们教会 很多人 绝大部分的人 来我们教会 都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健康 收入越来越好 关系越来越好 然后呢 身材应该有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常常注意聚餐 好 对不起 好 你懂我意思吗 神要你经历 凡事新生的生意 就要灵魂新生 可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你自己开心 对啦 你给你孩子祝福 很多时候是希望他开心 可是还有一块 他还有很多的孩子 在外面流浪着 他们都不晓得 他们以为信耶稣 就是这不可那不可 所以耶稣真的很不错 但是我死前要记得信 所以他们 一般人会带器官移植卡 他带我要绝治卡 然后他被车撞了 快死了 说那个医护人员 说你有什么需要 你可以 我说你把那个牌子 给我 我要来念 不用这样 去告诉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你信耶稣不是要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而是你快点进入祝福里 然后他的爱会把你 吸引你自己来救进他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你曾经在过去 有非常不断付出 一定得做一堆事情 才会被爱的环境 无论是在教会 或在你的生活里 因为撒旦要用这个世界 让你以为 你在神的教会也是这样 然后如果你这样做之后 你就会怎样 那靠律法想要称义的就没了 对不对 你就是要安息地让他来做 然后但是不是什么都不做 他会引导你做 他要你做的事 然后你就会开始发生这一切 然后你就会祝福 每一个人就要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如同灵魂兴盛 我们派你紧闭起来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主啊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主啊 我们 就是活在那个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我们灵魂兴盛的美好一样 主啊 我们当中 有些弟兄姐妹 有些弟兄姐妹的灵需要提升 你要听更多正确的讲道 你要在敬拜里遇见神 你要读经祷告 因为你的灵需要更加的茁壮 有些弟兄姐妹 你的魂 你一直没有好好经营你的魂 你可能有去做你喜欢做的事 可是你没有感觉被爱 你说就没有人爱我 其实很多时候是你需要在 教会里面被仁爱 然后也在灵里面 在敬拜里面被神爱 你要更多的去被神爱 而不是一直 祷告说我要为你做这个 而是安静地让神爱你 也许放一个敬拜音乐 让神来 感受神爱 或者是在弟兄姐妹的 彼此相爱里面去被爱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你的身体特别是需要主动的这一块 你需要说正面的话 你需要配合神 就如同神要我去运动一样 有些时候神也需要你去 配合他做一件事 也许是早点睡 也许是不要再一直吃那个东西 你不这样做神 还是完全一样爱你 可是那些事要如何发生在你生命当中呢 祝我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祝他是的 你已经应许我们 我们要凡事兴盛 身体症状如同灵魂兴盛 所以我们的灵魂的需要 也要被满足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反而你不敢去 让你的魂得到满足 我们有一位姐妹 南部的姐妹 她之前在一个教会 然后那个教会几乎把她掏空 然后他们奉献金钱 时间体力 一直不断地建立教会 然后结果他们家 真的非常的干枯 可是他们听到恩典福音 他们终于敢花钱换冰箱 他们终于敢花钱买一个电锅 终于敢花钱出去玩 他们感受他们家重新的恢复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特别是你才刚接触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神要你 去经历那一切的祝福 这个美好世界的祝福 他创造世界的美好 是给他的儿女享用的 你只要不要被这一切挟制 你只要不要从这里面 想要从里面得到满足 你的满足是耶稣 但是你可以享受这一切 主要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的问题 其实解决的方法 就是你把心转向神 他要你干嘛 你干嘛 你就会发现真的发生 那我也祝福我们这里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活在超自然里面 已经有这么多个神迹奇事 我们从3月13号 发生了一个地震 全国警戒的地震 可是一点都不大 没有人伤亡 如同先知所说的 开始到现在 刚好一个月 一堆神迹奇事发生 你就是下一个 那个神迹奇事 有些时候是你根本 不去发生 原本撒旦想要让你发生 很惨的事 神直接拦住了 或者是已经有的状况 神现在介入去改变 你要继续 现在神医治的大能 就在行动 现在神恢复的大能 就在工作 神的心意就是医治你 神的心意就是你要健康 神的心意就让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灵魂兴盛 主要你来做成这一切 主要无论是现场的 网路上的 直播的弟兄姐妹 看见上帝的荣耀 你不需要牧师帮你按手 你自己可以按手 在你想要得医治的地方 我知道神现在在做他的工作 你甚至于按不到 或者是你甚至于觉得没办法 你自己在灵里面 主耶稣你跟神说 主要你亲自来按手 主要甚至于有些是肚子里头的 上帝说我可以为你按手 主耶稣你现在就来做奇妙的工作 主要我们不用很用力地祷告 也不用很怎么样 就是宣告你已经做成 耶稣在十日架上 已经 已经 使你得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 你已经得医治 两千年前 耶稣在十日架上所成就的 你已经得医治 身体的医治跟心理的医治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睡不好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觉得 很容易担心担忧 我们当中有些人 你会觉得我的思想 一直在想一些东西 让我没有办法专注看着神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好 那你就是把敬拜的音乐放下去 绝书你就跟上帝这样说啊 我真的爱 让神来做 那你的心继续飘 你就练习 想象十日架上面的耶稣 在那个想象里头 神会开始把这个画面改变 然后你会在那个被爱的环境里被爱 这也是你灵的需要跟魂的需要 然后你要经历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如同灵魂兴盛 谢谢耶稣 主要祝福这里每一位 我们当中 很多人现在已经得医治 很多人回去会发现 你已经得医治 然后有超自然的事情 继续不断地发生 然后请回来告诉我们那奇妙的神迹 奉神明祷告 阿们 好 其实我们现在收到好多好多见证 有家庭关系恢复的 有财务恢复的 有身体的一堆 真的 3月13号那个地震开始到现在 真的开始了 就是这样 会继续不断地发生 非常多 好 那我们站起来 好我们打同心里念一遍 请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生生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圣经上提到 我们照他的旨意求就无不得着 这上面提到的都是他的旨意 所以你尽管按照这上面的求 然后你要得着那一切祝福 不用你做得好 而是他本来就要给你了 OK好 请闭上你双眼打开你的双手 你做本周的祝福 主啊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啊 无论是现场的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直播的弟兄姐妹 我们向上的弟兄姐妹 上帝都已经在你生命中做工 主啊 也帮助我们有一个安息的心 不要一直觉得好像 那个人有 为什么没有 其实上帝已经为你做了一些事 你可能不知道 主啊 但是我也继续祝福 主啊 我们当时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 有一些病痛 或者是有一些痛苦的人 主啊 你要带他们出来 我们当时有一些弟兄姐妹 神要对你说 有一些不合真理的 其实真的是违反上帝心意 甚至是违反法律的事情 你真的不要去做 那些东西带来你的生命不兴盛 那些东西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 你真的 我们在恩典里 可是恩典不是犯罪的许可证 恩典是让我们更像耶稣的一个能力 恩典是耶稣基督自己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里头 越来越像你 主啊 我们的好行为 不是来换取你的祝福 我们的好行为 是要将荣耀归给父神 主啊 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啊 但是不是我要做得好才蒙福 主啊 我们蒙福了 我们会越做越好 主啊 我们不是够好才能够信耶稣 主啊 我们乃是信了耶稣之后 越来越好 因为神赐能力给我们 主啊 祝福这里每一位 主啊 你继续来做成你医治的工作 你用生命纪28章的祝福 你用亚伯罗汉诸越的祝福 你用你全然美好的心悦的祝福 来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 绝书谢谢你 你为我们成为罪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因着你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 祝福这里每一位 拥有绝书基督的恩惠 天赋上帝的慈爱 所以你的感动和交通 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末了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务必给我们按赞 把它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记得把小铃铛打开哦 这样全新的影片出来 你会第一个知道 可以去搜索我们的Facebook 在上面留言把你问题留给我们 让我们把圣经的真理查出来 来告诉你 让我们真正认识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上帝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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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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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铃铛 打פ岁 我们的领踪 一个词 按赞 让我装 我装 自立表示 这次 给我 都有 人 vase not 滅 感谢观看